我相信不说全网吧 大家看到很多人做这个虾球 没有这么焦的 对吧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胡言剧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纵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 今天分享什么呢 快春节了 我们再做一道适合家庭节日宴会的菜 芥末虾球 芥末虾球呢 这道菜呢 其实是前几年特别流行的一道菜 就是基本上各大菜系都有这道菜 那我们先介绍食材吧 芥末虾球呢 肯定要先有虾 来这个是我们选的这个盐田虾的这个系列的虾 我们这个虾买小了 但是那虾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的 非常紧实 还有我们这个芥末芝麻味的这个沙拉酱 还有一个是千岛酱 我想特别说一下这个 如果要是就是按照过去的配方呢 那我们就是又得用那个日本的那个青辣芥 然后还有那个沙拉酱 炼乳 甚至番茄沙丝 当我发现这两个沙拉酱的时候 我就觉得哎省事太多了 这个直接混合一下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接着来 虾仁说完了 我们还有这个玉米淀粉 白芝麻 这个柚子这个柚子呢 选择这个江西的柚子 好那我们食材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加工食材啊 其实加工食材主要就是这个虾 我们其他的真的就都是现成的 柚子我们也包好了 你用厨房的纸巾 现在干嘛要把这个虾吸一下水 把它的水分给它吸干一下 确实我们这个虾呢 就是如果要是买这个1620的就更好了 我们这是5170的 但是那虾的品质非常好 1620的也就是说一斤要16到20个 这5170那肯定就差远了 这一斤是51个到70个 我们尽量把这个水分给它挤干一点啊 如果要是在酒楼饭店 要是做这个事啊 会拿一个就是大的浴巾 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多嘛 来吸水 而且还要把这个裹住之后 拿这个硬物 比如拿砧板 然后把它给压住 充分的吸干 充分的吸干 这个虾它才会爽脆啊 那我们在家做呢 就是基本上根据个人的条件 我觉得就可以了啊 这个简单的吸一下水 然后把这个虾 就直接倒在一个砧板上吧 为什么倒在砧板上 因为现在我们要骗一下虾球 其实说是骗虾球啊 并不是直接骗 来这个虾球呢 是这样的 来我们拿一个虾 然后我们这个刀 从这个基本上这个中间这个位置进入啊 来我们是往前走的啊 来第一刀是往前走的 就是这种状态 往前走走到头之后 然后我们再有一个转刀 来就是这样 有皮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给它去一点啊 就是如果要是有虾线 你看这个虾还没有虾线 有虾线 我们连虾线一起去掉 转一圈 就是这种状态 大概深度呢 就是基本上是二分之一多一点点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骗完了就是这样 然后它预热卷曲 它就会成一个球状 来甚至你看 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这种 能感觉到吗 来不要太深啊 千万不要太深 如果太深了 它容易断 然后还有一个也不要太浅 太浅它卷不起来 你看就这种 来我们再给大家 演示一个啊 来就是这种状态 快就是这样 一刀下来 然后这个左手呢 其实还有一个 把它给挺直的这个 这个感觉啊 就是用这个食指趴 就是轻轻的 有一个推的动作 来就这样 来一二走 这样就可以了 能看明白吗 可以 好来我们把这个事 给它做完啊 我相信不说全网吧 大家看到很多人做这个虾球 没有这么焦的 对吧 就是告诉你骗一下 到底是怎么骗 怎么入刀 入刀是从中间入 这样顶到这个头 然后这个刀再转一下 很自然的 看 是吧 这个虾是真的不错啊 你看 这个虾的爽脆感 我用刀滑的时候 你能听到声音吗 来感觉一下啊 能听到吗 可以 来 哇 是不是 这个如果这个虾 要是没有那么 那么有质感 它不会有这种声音的 来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骗好的虾球 放在一个码兜里 我们需要腌制一下 腌一下虾球 只是加一个底味啊 来我们就是根据我的经验了 就来一点点盐啊 来那我们再来一点点积粉 一点点就够啊 片完虾球要轻轻的抓啊 要不然它会容易碎掉 来 你看 我们这个盐的加入 你看是不是这个又有水分出来了 能感觉到吗 我们要是在烹炒这个菜的时候呢 就是腌到这种程度 我们还会加一点生粉 那这个我们不加生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待会我们要上粉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来一点点胡椒粉 一点点就够啊 好 然后再来一点点香油 来一点点 好 这样就够了 然后再把它抓匀一下 哇 这香油还真香啊 好 就是这种状态 来 我们静置三到五分钟 然后我们上粉就开炸 好 来 现在我们把这个虾球上一下粉啊 上粉就是用这个玉米淀粉就可以了 把这个虾球放在里面蘸也可以 就是直接这样抓也可以啊 来 我们可以给它放到这个盘子里啊 这个粉上多少呢 就是基本上让这个虾球裹住这个面粉就可以了 土豆淀粉啊 不是面粉 我们不要拿面粉 面粉是不行的 它没有那种脆度 好 来 摄影师 看一眼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好 那我洗一下手 马上开炸 好 摄影师来了啊 我们把炒锅烧热 我们原则上 其实炸这个芥末虾球 要让它这个虾球其实要白一点 所以我们原则上是要用干净油啊 我们也可以为了 怎么样 为了只有点成本 我们还是用我们之前炸东西的油啊 基本上 你看现在还没有完全黑啊 就是这种状态 其实还是可以炸的啊 我们就是把这个炒锅烧热 来 这个油呢可以多一点啊 好 那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来 我们把炒锅润一下 油温大概是六成热左右 我们把虾球放入 放入虾球之后 我们关小火啊 这个虾球我们要它的一个脆度 所以说我们要分两次炸 第一次来先让它成熟 第二次来让它脆壳 好 这种状态有点冒烟了啊 看已经有烟气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关小火 好 现在这油温差不多了啊 来我们把这个虾球放入 放入之后不用动它啊 要是要注意安全 最好是顺着锅边啊 我这个操作有一点点 不太正确 好 全部放入 这个炒锅可以转动一点 来现在是感觉一下 看是不是成虾球状了 好 这种状态我们关小火啊 我们把这个虾球捞出来 好 就是这种状态 来 我们开一下大火 让这个油温大概在八成热左右 我们再把虾球放入一遍 我们这个虾球再放进去 炸多长时间 大概十秒到十五秒 来让这个油温再升高一点 好 现在这个油温 很明显已经够了啊 来我们把虾球放入 看一眼啊 哇 好 现在可以捞出了 大概十秒到十五秒 就是这种状态 我们把它基本上晾凉一下 来 这个油锅我们先放在一边 我们来找一个器皿啊 来 刚才说了这个自带芥末味的这个沙拉汁 我们可以稍微的多放一点 这个因为是有芝麻的成分啊 所以它这个颜色就不是那么白了啊 我们真的是借它这个芥末的这个味道 我觉得其实不用千篇一律啊 来 看 就是这种状态 大家呢 如果要是自己在家拿那个沙拉酱对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让它再稠一点 来 那我们再加三分之一的 就是所谓的三分之一就是这个芥末沙拉酱的三分之一的千岛酱 来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好 那我们再拿勺子给和一下 我们这个芥末虾球不是标准意义上的 就是我说前几年特别流行的那种芥末虾球的颜色啊 但是味道我相信比它那个还要好 至少是我是喜欢 来 我们尝一下这个汁的感觉 非常棒 真是非常棒 好 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把这个控干油的这个虾就是有一点亮凉啊 来 我们直接给倒进这个芥末汁里 我们这个叫小虾球啊 因为确实这个虾我们买小了 好 这个时候来 这个柚子来 我们给它放里边块大块小 没有所谓啊 那就是现在这种状态 我们可以给它装盘了啊 哇 太香了 我现在这个闻的这个味道 这个口水真的是充分的分泌出来了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那我们这还有一点柚子 我们给它撒在这个上面 还没有完 我们这还有白芝麻 来 再撒一点芝麻在上面 如果要是有黑芝麻也好啊 基本上今天就是我们这一盘叫芥末小虾球 我觉得非常成功 因为我闻着这个酱的这个味道 我就觉得哎呀 真的口水分泌啊 来 就是这样 我们尝一下啊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完美 就是它的那个芥末味呢 并不是那么冲 但是它若隐若现的那个感觉非常棒 而且它的甜度酸度全都很到位 关键是这个虾也非常好 有弹性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买错了虾的 做的这个芥末小虾球成功了 您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您按照人做起来吧 下面要想想怎么办 主页家威 好 那喜欢我们也不要给我们点赞观众 一键三连 这对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如果上面要是有点绿色也好 是不是 好 我这是痛听思痛啊 来来来来 我加点绿色是不是感觉更完美了 就差点红色啊 其实放点红胶粒也可以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